一个文明形态是由哲学创造出来的 我们考察西方的文明形态 你从它的哲学可以找到它的起源 你考察中国的文明形态 你可以从哲学找到它的起源 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个世界的创造 也是的新的世界的创造 我们的哲学开辟了我们的未来 它首先是在思想上 就是把你这个时代 把你这个类所存在的东西 你自己把它创造出来 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活动 而是一个过程 这一个过程 这也就是哲学存在的一个理由 在任何时代 哪怕它几千年了 但是它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失 而是实际的变化而自身的发展起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 就是说人的类的自我创造 它分为两个层次 那么这一个层次它是通过什么 认识论和理论的 这样一个意义上 在这个里面创造出来的 所以这样一个认识论和理论活动 本身在马克思那儿来说 不是一个观念的东西 它是什么 是一种生产 是一种创造 所以我说它不是相对于本体论而言的 而是本体论里面的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 所以这样一种生产的产品 既然它是一种生产 所以这种生产活动的产品 就是能和人的个体 能的个体 活得了一种普遍性和无限性的类本质 无限性类本质 我是一个个体 我是一个个体 但是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类 我也可以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类呢 因为我能够认识到人的类本质 我能够把握它 所以马克思后来讲的 个体的社会性的活得 什么叫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个体 活得它的社会性 包括它的认识 活得的这样一个社会性 马克思很喜欢举这个 鲁宾森漂流记的这个例子 为什么 它在一个荒岛上 但是它可以做人类 所能做的事情 我可以操船 可以记录我的这样一个 每天的这样一个活动 用数字什么都记 这是什么 把人的类 融化为自己的这样一个活动 一个活动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表明什么 就是说人的认识 它的理论活动 本身就创造了 这样一个普遍性 和无限性的 这样一个类本质 这就是人的一个自我创造 而这样一个自我创造 就是人的个体 可以活得 具有普遍性和无限性 我虽然是一个个体 但是我同样是一个人 我同样在进行生产 因为我是进行生产的类 我是把人的类 作为一个本质的 这样一个创造 这样一个创造 所以马克思在这儿讲的 一直到我们看到的 能可以动物质量生产 而能就是动物质生产自身 而能在生产 生产自然界的前面的 就是说能甚至不受肉体的需要 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 才进行真正的生产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 是能自身的生产 能自身产 人的普遍性的问题 那么其次 其次在下面一个段 就是说 这个动物的自身产能自身 而人能够生产整个自然界 能够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 按照任何一个总的尺度进行生产 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 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 你看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这个定义讲的是什么 人的 能生产外部世界的方式 人是怎么生产它外部世界的 能对待外部世界的方式 也就是讲了 人啊 它讲的是什么 人是如何能够超越自身的自然 和外部自然的限制 而自由地对待外部自然 人为什么能够对待外部自然呢 因为它有抽象力 能和动物的 通过这个认识人的和理论的这样一意识 它能制造出自身内的概念 它也可以看到什么 外部世界的内的本质是什么 外部世界内的本质是什么 而这一点呢 动物是不具备的 比方说 这个动物的生产 它永远只是在 离不开它自身的这样一个 肉体的这样一个局限 但是你能呢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抽象力 你可以按照 有了这个抽象力 在你的认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上 获得了这样一个抽象力 那么你就不仅可以把自己的内生产出来 这是一个前提 那么能有了这样一个前提以后 它也可以按照 马克思说的 按照自然的尺度 按照 就是说按照 这个它所熟的那个尺度 和需要来构造 也就是说 比方说 你是植物什么样的 我能可以把它抽象出来 按照你植物的组合 然后来进行再生产 把你的这样一个过程 再复制出来 那么这就是什么 把你的内结是出来了 你动物也是 我们说基因发现 基因发现是什么 是把人的这个 决定这个 人的这个最基本的细胞 最一般的抽象 我们说所有的东西 它都可以归结为什么 可以归结为基因 是吧 我通过基因的这样一个移植 我可以再造很多东西 我看那就是这个科学家 最近提出来的 本来是一个伦理问题的真正 然后后来呢 现在呢 就提出来这个可治癌症的问题 我看到这个科学家 就是别人在 这个 碰结它的时候 然后呢 他就提出来 就是他本来呢 是想强调这个基因复制的 就是对人体的这个基因复制 那么这个呢 是要受伦理限制的 因为他用到这个生育上的话 这个会产生很多的这个伦理问题 但是他在这个基因的提炼过程当中 发现了一个干细胞 发现了干细胞 那么这个干细胞呢 他对于治疗癌症是非常有效的 非常有效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人的这个得癌症呢 其实他根本的就是 他整个细胞这个基因链条啊 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所以他可以通过移植这个干细胞啊 归附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基因 他整个这个基因的这个链条的 这样一个缺失环节 然后来治疗他的癌症 是不是进到了对本质的认识 他按他那个尺度 就是说你人的生命的规律是什么 我把你人的生命的规律的东西找到 然后来回复他的这样一个 就是死里的这个生命啊 你哪儿出了缺陷 我来弥补他 这是一种抽象吧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这个 可以造一个宇宙飞船 上天能后上约球去 那是什么呢 我们把握了这样一个 机械的一个物理的特性 物理的特性 所以我可以按照他的这个规律 来制作他 我们修长江大坝 长江大坝 那么长江大坝 这个来接流什么 是按照这个水的规律 是吧 按照这个长江流域的这个规律 然后再重新制作它 使它超乎于人类 使它超乎于人类 所以这样的生产 这样的生产 是动物不具有的 动物不能超越它的肉体限制 所以它不能创造一个 自己的一个 就是说打开 超越自己的肉体 创造一个世界来 但是人呢 因为具有这样一个抽象能力 它能制造人的内本质 能够这个 按照这个其他的 就是说自然的所熟的那个尺度 按它自身的尺度来制造它 所以它可以创造一个什么 超越自己肉体限制的这样一个世界 超越自己肉体的限制 我们可以有房子 有工厂 这都是这个动物创造不出来的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有历史 可以有这个新的发展 有文化 所以这样一些东西 都是这个动物没有的 所以马上说 人的生产 就是这样一个特性 这个就是说 它能够自由地对待外部世界 所谓自由对待外部世界 我就说 我可以按照外部世界的尺度 来重新扶植外部世界 按照我人的需要来扶植它 来使它超乎于我 所以这就是自由地 对待外部自然 这就是它超越 自身的这样一个限制 那么这两个方面 能对自身的生产 能对外部自然的生产 这两个方面 恰恰是能得优点 也就是表明了 能得有意识的活动 有意识的活动 也就是能得内存在方式 所以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说 如果把它作为一个 生产概念来理解 也就是它的这个生产过程 这样一个生产方式 我们讲自由的时候 讲实践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观念的东西 就是说它是和人的 这个生产不同于 这个动物的这样一个 生产方式连在一起 那么正是有了这样一个 所以能有这个动物 达不到的这样一个 能的这样一个生产方式 是动物达不到的 表现它的方式 而这两个优点 恰好是动物的缺陷 动物是永远也达不到的 也通过无反 怎么自然进化 也不可能有的 也不可能有的 因为这个动物呢 它不能超越它的 这个自身的自然 不能超越它的肉体 所以它既不可能把自己的 类作为自己的对象 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限制 去认识外部世界的类 外部世界的类 而这一点呢 刚好是能所具备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正是通过 这样一个概念啊 通过这样一个自由的 自由意识的活动的 这样一个概念的分析 说明了人的生命活动 作为人的本质 它是指的有目的的 和人动的创造活动 它既是有目的的 它可以啊 把自己的类作为 自己的对象 创造出目的来 然后呢 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生产这个概念的意义 所谓的生产这个概念 所以在马克思那儿 人的存在 也要想找到一个值的规定 什么值的规定 我说人是理性什么 它很多单因素的 这样一个规定 是找不到的 但是马克思所说的什么 人是自我创造的 人是自我创造的 是自我创造的活动 是感性的活动 那么感性的活动是什么 它是一种生产的活动 它是一个生产 是一个动态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 所以这种 而这种活动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活动 它的全部意义呢 就是它在不断地打破自身 自然和外部自然的限定 来创造自身的生命存在 从而表明人是自由的存在 就是说人的自由啊 正是在它的创造过程 它对自身 对外部世界的这样一个 人动的关系里面 体现出来的 体现出来的 所以这也就是说什么 人者自由 是人的内在的必然性 它不是一个外在的必然性 外在必然性对人来说 它是一种强制性的 我们前面讲了马克思讲 德摩克利特讲的 实在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联系一下 马克思讲实在的可能性是什么 是外部条件制约的 所以这种是根本不自由的 马克思强调什么 哲学的自由是什么 它是内在的 是内在的 那么这个内在性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地方 马克思通过生产 人的生产生活这样一个概念 生产生活这样一个概念 来说明了 它的内在必然性的定义是什么 这就是他讲的内在必然性 所以这个内在必然性 就是人的本质的创造 和它的自我确证 是它的自我确证 这就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一个分析 对人的本质的分析 那么紧接着马克思分析到 人的本质以后 我们理解了本质就知道什么叫 异化劳动 就是异化是相对于人的本质而言的 所以我们看一看马克思对这个 异化劳动的一个规定 如果说马克思把劳动 规定为自由的 有意思的活动 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创造和确证 那么这是对劳动的一般规定 那么 异化劳动肯定是相对于这个 这样一个一般劳动而言的 那么一般劳动呢 它是一种哲学的抽象 就是我从 我们有没有一个 就是说 不在任何社会形态下 非历史的这样一个 人的本质 或者说这样一个一般劳动呢 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是看不到的 它是通过哲学的抽象 从各个形态里面 把它抽象出来的 那么异化劳动是什么 异化劳动是什么 那肯定相对于这种 一般的逻辑的抽象 那么异化劳动一定是 一定社会形态下的 一定是历史的东西 是吧 是一个种历史性的存在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劳动是作为一种逻辑的抽象 而异化劳动呢 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 是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的 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所以呢 那么异化劳动必然带有 社会形态的性质 这就是劳动的具体的 特殊的规定 特殊的规定 那么从这样对劳动结构的 这样一个规定出发呢 马克思就强调 他的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异化劳动 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 劳动的特有形式 就是这个异化劳动啊 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 劳动的特有形式 那么这样一个劳动 它是怎么规定的啊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形态下的 特有的劳动形式 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看一看马克思的一个定义啊 首先呢 我们也还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来分析吧 就是说 首先我们看异化劳动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再看异化劳动的形式是什么啊 我们首先看异化劳动的本质 什么叫异化劳动 就是马克思在这儿着了一个规定 他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 即劳动的产品 作为一种一己的存在物 作为一己的存在物 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同劳动相对立 同劳动相对立 劳动的产品固定在某个对象中 物化的劳动 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劳动的现实化 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这是一成一事啊 讲的首先是劳动的对象化问题 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态下 这种劳动的这种现实化 表现为功能的非现实化 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伤识 和被对象如愈 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讲了两成一事 马克思是把劳动的对象化 和劳动的异化 作为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了 作为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了 那么劳动的对象化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劳动的产品 作为劳动的实现 也就是劳动的物化过程 也就是说 既然劳动是能得有意识的活动 有目的的活动 那么我就 这个劳动的这样一个对象化 就是什么 我的目的 我的意识的实现过程 是吧 我要把它实现出来 我首先我要做一个桌子 那么我首先有一个设计 关于桌子的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呢 我最后把它做出来 我最后把它做出来 所以这个劳动的过程呢 也就是我的目的的一个实现的过程 一个实现的过程 马克思把这个过程呢 就叫做什么 劳动的物化 劳动的物化 我的这样一个目的意识 把它通过这个物的东西啊 把它展现出来 都通过我的产品 把它展现出来了 展现出来 所以这就是一种劳动的实现 那么这个呢 是就一般的意义上 劳动的一般意儿而言的 任何一种劳动 它都会产生 你只要是劳动 你最后按照你的目的的实现 一定是有产品 所以这个劳动的最后的产品的实现 就是你的目的的这样一个实现 这是劳动的一般意义 那么劳动的意义化是指什么 劳动的意义化指什么 劳动的意义化呢 是指劳动的对象化的历史形式 那么这样一个 你劳动生产的产品 它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 它就会发生一种变形 变形 那么具体的说呢 就是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劳动对象化的形式 那么我就说我生产的产品 那么这样一个产品的 这样一个对象化的过程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它表现为什么形式 表现为形式 马上说这个形式什么 就说马克思认为 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 也就是资本主义 前资本主义的生产环境下 劳动和劳动对象 它是同一的 就是说这个劳动者 他拥有劳动对象 这个劳动对象是我的 所以我生产的产品 也是属于我的 也是属于我的 他说在 所以在这样一个劳动方式当中 劳动的产品 毫无疑问是本能所拥有的 一个小农经济者 我生产的东西都是我的 我想卖就卖 我不想卖 我就不卖 是吧 我就可以自给自足地来生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 它是不可能产生 劳动者和劳动产品分立的形式 我劳动者 我是不能分立的 也就谈不上什么劳动意义化了 谈不上劳动意义化 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不同了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就不同了 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商品 以商品生产为典型形式 商品生产的前提是什么呢 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相分立 劳动者 你劳动者不拥有劳动对象 这个劳动对象不是属于你的 那么这个你的工具资料也都不是属于你的 我只是出卖劳动力 只是出卖劳动力 所以这个劳动者不拥有 也就是说他不拥有资本 不拥有他的对象 那么由于这样一种分立 劳动者就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 我就不能 这个不是属于我的 我是为别人打工的 这个产品肯定是属于别人的 是吧 所以他就不能占有他 这样就形成了什么 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对立 劳动者和劳动产品是对立的 劳动对立的 这样就使这个劳动的对象化 以一种异化的信息表现出来 就是说我生产的这个产品 是我生产的 应该是我拥有的 结果我现在不拥有了 而变成了他人的东西 变成他人的东西 而且我不得不为这个生产产品 去付出我的东西 要是我不付出的话 我就没办法维持自己的生成 所以马克思说 这就产生了异化劳动 而这样一种 以异化形式的 出现的劳动的对象化 就是劳动的异化 劳动的异化 所以和劳动的对象化 就是说和劳动的对象化 是劳动的现实化相反 我们前面讲 劳动对象化 就是劳动的实现 它是劳动的现实化相反 异化劳动 是劳动的非现实化 所以马克思现实化和非现实化 概念是什么 现实化是它的实现 是它的完成 performance 我的完成形态 但是呢 我的非现实化是什么 我不能实现它 本来这个东西 我生产出来 是为我自己用的 我现在不能为我自己用 所以它是一个非现实化的 是一个未完成 是不能完成的 这样一个东西 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异化 那么从这个里面的 这样一个 马克思对异化的 异化劳动的 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从这样一个规定 就是什么叫异化劳动 把这个对象化和异化分开 在一个 虽然它在现实当中 没办法分开 但是在逻辑上 这就是哲学的力量 从逻辑上 我可以把它分开 把它进行分析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异化劳动在马克思那儿 就有了逻辑的 和历史的两层含义